而这起F16战机实施以外 国防部要求相关单位动员 军民所有力量全力来搜寻战机 还有悲观蒋正志 亲自慰问悲观家属 国防部长颜德发18号到花莲 了解F16战机搜救进度 蒋正志上校至今生死未卜 颜德发承诺绝不放弃任何袍则 在你们经常的项目 你们就被持绝 蒋方在蒋备党 他在为人群世 因为大家也对我们关心 也对我们交集 和第五连队官兵精神喊话 想办法激励士气 事发后团队情绪低迷 蒋正志的妻子 第一时间和空军司令搭击敌赴现场 他的母亲也在隔天打火车赶来 一家人的感情相当深厚 14年前蒋正志和妻子 一起在嘉义基地和空军连队过年 画面里两人相视而笑 夫妻俩结婚多年 间谍情深 西夏无子女 在基地过年其实蛮好的 对 很多人可以大家一起过年 44岁的他 空冠正旗 88年班毕业 毕业时在高雄岗山受训 飞T-34机型 后来到台东的空军基地 受训学习 AT-3自强号轻攻击机 之后选择飞F-16 去年9月 他才就任第五连队 第26作战队队长 飞行时数2230个小时 光是F-16的飞行时间 就达1815小时 在此时此刻 我们真的希望 能够平安地把脚上笑带回来 交道拿开来说 同旁眼里的优秀干部 谁也没想到会遭逢意外 其实空军F-16在22年来 已发生九起事故 受成七名官兵死亡 两人受伤 如今F-16战机失联 国军全力搜救 只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记者这么报道